13日的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500米比赛中 五大进无缘A组决赛 在赛后的采访中遗憾是他反复提及的字眼 挺遗憾的我放弃了速度趋滑路线 会有遗憾但是还是把心态调整好 后面还有比赛 我一直把每场比赛当做最后一场来比 我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参加世界比赛 从话语中五大进透露下届冬奥会还能不能参加 目前还不得而知 从18年到22年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 只有队里的人才知道 本届冬奥会的短道速滑比赛 解说嘉宾王蒙多次提到 一定要滑到前面去 跟随永远是被动的 确实是这样 如果没有实力 想滑到前面领滑也不现实 可是五大进 可是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保持者 理应具备这样的实力 难怪赛后他会觉得遗憾 如果滑到第一去 也就没有了黄大线抬腿下意识躲闪的那一刻了 可惜竞技体育没有如果 能不能坚持到下一届奥运会 取决于他的状态和伤病 他有这个想法 但是实力到时达不到 也没办法 不过对于后五大进时代 中国队已经早有预案 除了本届冬奥会 短道速滑1000米金银牌德主任紫薇和李文龙之外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亮相 2021年3月韩国短道速滑名将林孝俊正式加入中国籍 被誉为韩国短道速滑新一代领军人物林孝俊 受到脱库门影响 遭遇了官司以及停赛的困扰 此时中国队抛来了橄榄枝 根据林孝俊经纪公司的说法 两年来 林孝俊在韩国任何地方都无法进行训练 他决定加入中国国籍 是因为运动员生涯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遗憾 作为18年平昌冬奥会1500米金牌和500米铜牌两块奖牌 同时还是韩国男子3000米接力的主力之一 他的实力无庸置疑 只是根据相关规定无缘本届冬奥会 下届冬奥会就可以代表中国队参赛了 无论是冬奥会还是其他世界大赛 对于中国队来说多了一个冲击金牌的机会